我现在在学习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啊 高中经济学啊 学得挺复杂的 所以我就想说呢 想分享给大家一下 痛苦不能我一个人承受吗 对吧 这么有有有有有用的知识啊 看大家会不会看得懂啊 我现在正好学到这个2.2.3 影响供需的因素 背后的基本概念供应和要求都比较简单 随着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增加 价格也会增加 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增加时 价格就会下降 当企业成功平衡供需时 它们就会达到一个偏点 成为捐衡价格 然而影响供需的因素远非如此简单 在本活动中 您将研究诸如互补商品需求 消费者期望和偏好 政府法规技术和教育等因素如何隐厂 影响市场供需平衡 每个字我都看得明白 加费一修打就不明白了 这是在念个热口令吗 有很多因素影响要求商品和服务在一个市场 这翻译的有点问题吧 通常生产商设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影响最大 生产商设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影响最大 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需求 一些最重要的影响是需求互补的好 消费者的期望和偏好 以及市场中消费者的数量 一些最重要的影响是互补的好 是什么意思 互补的好 一种商品 其需求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有关 这 看下下面这写的是什么 Factories die applicator damage 一些事实影响需求 Change in damage for complementary goods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改变需求为了 Goodness 互补品需求的变化 互补品是具有相关需求的商品 也就是说对一种商品的需求 会影响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 我买苹果了 所以我不买香蕉 所以香蕉的需求就降低了 是这意思吗 汽油和汽油动力车是互补品 对汽车需求增加 导致对汽油的需求增加 反之一来 对汽车的需求减少 会导致对汽油的需求减少 这个我明白 就是你买车的你就得买油 对不对 然后有人买油的话 你就需要买油了 需求就增加了 这个是消费者期望的变化 这有翻译了 这个的翻译就是这个了 消费者对一种商品 未来价格的预期影响 对该商品的需求 例如 如果消费者知道汽油即将上升 那么对汽油的需求增加 车主希望在汽油变贵之前 尽可能的购买汽油 那我还可以买汽油在那吞着 然后过段时间价格涨起来 我就可以把它卖掉了 然后是这个 消费者偏好和口味的变化 消费者根据他们想要购买的东西 增加影响需求 例如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 他们可能会购买 使用较少 甚至不使用汽油的汽车 这种转变将减少 对大量使用汽油汽车的需求 这将减少对汽油本身的需求 就是我买电动车了之后 我就不买那个油车了 就是这意思 改变消费者数量 市场上消费者的数量 对需求有重要影响 例如很多成年人帮到一个州工作 那么该州的人口就会增加 人口增加 就会增加该州对汽车的需求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是 我搬家了 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 的需求就减少了 因为我搬走了 少了一个人 然后我搬到这个州 这个州的需求就增加了 因为多了一个人 所以说这一章就是在讲 需求什么时候会产生变化 当我不想买的时候 需求会产生变化 当我买了另一个东西的时候 另外一个东西需求就会产生变化 然后当我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不买另外一个东西 感觉好智障 是我理解有问题吗 然后当买的人多的时候 不对 当人口多的时候需求就增加了 还是乖乖的 算了下一个吧 OK 然后下一个 审查影响需求的因素 哦 要开始做题了 这是 这是什么 消费者期望的变化 对其需求与另一种商品的需求 相关的商品的需求变化 好绕啊 消费者认为未来货服务的价格会产生什么变化 这个我好像知道 这个是 消费者期望的变化 消费者想要购买的东西发生改变变化 这是 护股品需求的变化 消费者数量的变化 口味变化 口味变化吧 护股需求变化应该是 有多少 这个是这个 口味变化 对一种与另外一种商品的需求的变化 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没错了 对吧 这个护股品嘛 就是你买这个就买另外一个了 这个是消费者期望的变化 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然后我现在就要买一点 囤着之类的 然后消费者偏好和口味的变化 就是 你不想买了呗 市场中消费者数量的变化 就是 这个桌没人了 没人了 提交 都对了 下一题 阅读文章影响需求的两个因素是什么 航空旅行下降了近50% 因为大多数人更喜欢乘坐汽车 而不是登上飞机进行公路旅行 结果航空价格大幅下降 航空燃料价格大幅下降 所以这是消费者数量的变化 消费者期望的变化 消费者口味和偏好的变化 互补品的变化 应该是互补品的电话 等于说是这个 没人坐飞机了 飞机没人坐了 所以汽油就下来了 对啊 没错嘛 提交 对的 都答案了 下一题 需求弹性 这有多少个呀 还没完 我看一下这还有多少个 弹成这个 然后返回再回来 这在刚第四个 我们来吧 需求弹性 你已经看到许多因素会影响需求的一个商品 但是对某些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化可能比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变化要剧烈的多 经济学家称之为弹性 弹性是衡量因变量如需求量基于自变量如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 我完全看不懂啊 弹性 弹性 需求弹性 弹性是衡量因变量基于自变量的变化的变化的程度 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变化 可能比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变化要剧烈的多 就是有一些东西它的价格就会变得非常快 然后有另外一部分东西呢 它的价格就会很稳定 就不怎么变 然后我知道了 大概就是黄金价格就不太会变 然后像是汽油价格就老变 一会四块 一会五块 一会两块 一会三块 应该是这意思吧 那继续看吧 弹性需求 消费者将某些商品和服务视为奢侈品 而不是必需品 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 需求量就会下降 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例如当每个容器的成本为2.5美元时 许多购物者可能会为家人购买基附盆子 基附盆子是下没完颜 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到5.99美元一个容器 购买有机品的 有机附盆子 有机的吃了 购买有机的人就会减少 这意味着对有机商品的需求是有弹性的 大多商品和服务都是有弹性的 他们不是独一样的 有很多代替品 这样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说是 等于是 有一个东西 他就是 经常有人要买 对 经常有人要买 然后你另外一种东西就是 不是太会买 就是有很多替代品 就像是 怎么说呢 你买水 每天都不需要买嘛 就需求就很稳定 但是你买一些披萨 汉堡之类的东西 他就不是太稳定 因为 我可以买披萨 也可以买汉堡 就需求就会弹性 今天我想买 明天我就不想买了 所以就不一样 大概是这意思吧 然后是这个 缺乏弹性的需求 其他商品和服务通常被认为是必需品 也是水之类的 人们离不开 或者没有任何简单地带品的物品 即使价格上场需求量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没有完全无弹性的商品的例子 但有接近的例子 这种是牛奶 即便一家的牛奶从3美元成了6美元 大多数人还会继续购买 这样对牛奶的需求 可以被认为是缺乏弹性的 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 包括汽油水和盐 对嘛 这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买的嘛 你不买你就GG了 然后下一个 还又要做题 在经济学中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比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更具备弹性 如果消费者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继续购买类似数量的商品 则对商品的产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 但是如果 哎呀不读这个来得多了 直接做题吧 松紧带不弹性 这个就是有弹性 这就是无弹性嘛 这意思 一加轮汽油的价格翻倍 需求略有下降 价格翻倍 需求还只是有一点点下降 那就是无弹性 弹不起来了 格兰诺拉麦片棒 的价格上涨50% 而人们购买的数量 其实只有一半 那就是上涨 价格上涨了 然后人们都不想买了 那就是有弹性的嘛 对啊 价格涨了 就没人想买了 牙医开始收取两倍的访问者 但不会失去任何患者 牙医这么赚钱呢 这毫无弹性啊 弹不起来了 都 拿铁咖啡的成本增加了25% 销售额减下跌了25% 那就是正常弹性了 OK全对 还有吗 还有 这个跟刚刚的差不多吧 这是影响供应的因素 之前的是影响需求的因素 哎呦 怎么这么复杂呦 先这样吧 懒得念了 如果有很多人看的话 我再继续念吧 当然有可能下次念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这张读完了 那就算了咯 或者我抽筋过来读 如果很多人看的话 突然等一会儿 等等 是不是 噓 我